HELLO 大家好 我是詹姆士 昨天詹姆士的老婆跟詹姆士說的又有堵住了 所以詹姆士就把它拆開 然後把它清理了一下 想說留下一個影像機輪 這樣之後就可以叫小孩還是老婆來看一下影片自己拆 詹姆士家的洗手槽 它這個是按壓式的 按下去 它就堵住 然後再按一次它就會彈起來 那我們可以把它逆時鐘旋轉 這樣就可以把它整個轉起來 那我們來看一下它的構造 它其實上面是有一個類似這種蓋子 它也是用旋轉轉進去的 有時候你逆時針旋轉的是把這個蓋子旋起來 那裡面這個還在下面的話那怎麼辦呢 比如說它是這樣子 可能下面這個本體還在下面 那你轉的時候呢 只有蓋子轉起來那下面怎麼辦 這時候你就要用一個尖嘴鉗 把尖嘴鉗呢 插入這個 洞裡面 然後 轉一下 逆時針旋轉 它就可以把本體轉動了 然後就可以把它拿出來 那我們看一下它的構造呢 它這邊其實很多 孔洞的讓水流過去 那可能會有一些 毛髮還是你刷牙的一些菜喳呢 會卡在這邊 那你就可以拿刷子把它這樣全部都刷一遍這樣 水流呢就會暢通 如果是因為這個堵住的話 那如果是下面水管堵的話 你就要被人家要通水管 那如果水管堵住的話 你這個也是要拿起來 這樣才比較好通 好的把它通完之後 裝回去呢 就一樣是 放回去 然後 順時針 順時針轉之後 我們再用鑒嘴鉗把它稍微 順時針再轉一下 就好了 它就會 卡得比較緊一點 然後再把上面這個蓋子呢 裝回去 然後這樣子我們再開水呢 它就會流的非常的暢通 另外一邊 還不一樣 好吧 剛剛那些在水網上